重庆出租车司机都是电子狗 只要不出租 导航在他们眼里就是垃圾 有一次我坐出租车 在奥迪中心门口堵了起来 师傅当场问了我一句话 友儿 跟到导航走还是跟到我走 我说跟到导航走 他回了我一句 那都慢慢堵啊 然后我说那就跟到你走嘛 对了 我兄弟弟提到该从前 导航是死的 人是活的哦 然后师傅方向盘也麻 油门也才 带我钻进了奥迪 三分钟给我避开了二十分钟的拥堵 重庆出租车司机都是口吐芬芳下王子 遇到堵车 下来现在哥大哥 都把车子开出来咋滋啊你谁 忘记该清贵嘛呀 遇到比他开得快的 你破的要日婚了呗 你开得更快 遇到比他开得慢的 你又怕是在开火灯车啊兄弟弟 开能干嘛 你赶紧下来走路嘛的 哎呀 但是我不得哈 是起得比你跑得快 遇到跟他开一样速度的 从庆出租车司机都是聊天机器 不管你是外地的游客还是本地的省客 不管你是聊旅游推奖还是聊人生还是失恋聊感情 只要你把师傅画夹子打开了 他可以陪你从上车吹到下车 重庆出租车司机都是服毒机 只要他们拿起电话任何事情 他都要说两遍 不嘞不嘞 在哪些位置哩 在哪些位置哩 哎呀 你也看起来是早前早餐了哩 早餐了哩 这个山坝来不得哟 来不得哟 都死完了哩 都死完了哩 手把没得哟 手把没得 还是在大平在那儿烧烤 在那儿烧烤 重庆出租车司机都是 他们的车机只能用三个字形容 留白 熬不着两个 我不知道那个叶尔北那匹马力还是加气的 它是怎么可以开这么快 在路上但凡你跟师傅说一句 师傅慢慢开拐一点了 我要吃的了 好家伙 那师傅将带你感受一下 徐斗雨激情 我想问一下你们见过开车开飞起来的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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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